好 继续来看到傅里乡的总人口有9000多人 那么70岁以上的老人是高达了1793 属于高龄化的乡镇 那么傅里乡长江东城是特别重视长者的福利 在傅里呢 有一位百岁人瑞 除了原先领取的5000元的重阳礼金之外呢 傅里乡公所是另外加码 奖金跟红包 椅子上的长者开心的与乡长用客语聊天 也开心的收下礼物 这是傅里乡公所特别针对百岁人瑞发放近老礼金 傅里就有一位超过百岁的长者 乡长特地前往家中颁发礼金以及礼品 近老礼金我们就做一个适当性的调整 依照相关的年龄还有相关的傅里乡财政的状况 去年的时候我们把90到99岁的近老年金 从2000块我们就提高到3000块 然后今年度的话我们进一步的一个追加 就是说80岁以上一直到89岁的话 我们年来是从1000块就加到再加500块到2000元 然后70岁到79岁之间的话 我们就从1000到1200 福利乡的总人口9000多人 70岁以上老人高达1793 属于高龄化的乡镇 福利乡长江东城特别重视长者的福利 今年的礼金通通涨 所以我们会依照我们相关的财政 每年对这个相关的这个近老年金 我们会做一个适当性的一个做一个 做一个检讨 华林县政府在9月中发放重阳礼金 年满65岁以上的长者 可以攜带身份证以及印章 到户籍所在地村办公处来领取 乡长也特别感谢徐真卫 在去年加发了65到84岁长者 重阳敬劳礼金600元 让年长者感受到过节的温暖跟关怀 记者高双双张明太福里乡采访报道